在进入之后 首先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首先我们是调查 大规模的调查 对全县每个这些所都进行的调查 我们税务管理部门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可能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管理困难 二是击杂物理 第三是内外构建 在全县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后 首先的突破口是哪呢 我们是抓住比较严重许可的所的负责人 从那里打破的 找着所的陈刚 这个仍称为是发明的主事业 这一招参导和搞的就是他 陈刚 原金华县孝顺财税所所长 他违反国家有关领取增值税发票的 严格规定 擅自将87本增值税发票 发给没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 在金华县起到了极坏的带头作用 患有玩忽职守罪 法院还认定陈刚犯有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1998年4月30日 金华市务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刚 有期徒刑10年 你当时作为税务所的所长 增值税发票管理这么松懈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国家造成什么危害呢 从这个税务角度来讲 税务角度来讲 严格来讲 这危害性是有存在的 那你能告诉我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现在想当时管理的漏洞在哪些地方 管理上的比较松懈一点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都放出几场 我们知道是知道这个问题 这个肯定在到 这个税势这个文件政策都很清楚的 这个很清楚的 但是大家都怎么 好像是感觉这个 大家都感觉良好了 就没能去计较这个问题了 那你有没有考虑国家政策法规的严粗性 这个问题就是在 好像就是我们在生活在定时设断上面 好像地理上面 这个呢我们要想过这个问题 现查这个虚开政策方法 也不是说现在开始查 以前查了很多了 但它的处理 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什么震动力 那么这个就是习惯成自然 陈刚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及时制止 相反还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鼓励 从此以后 金华县11个财税所 虚开增入税发票的犯罪活动 就不可遏制的在全县迅速蔓延开来 据查从1995年6月至1996年6月 即一年内就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虚开企业145家 虚开增入税发票 价税总计40多亿元 当时协税这事情以后呢 管理来一直也跟不上 这个特别是在一般纳税的认定上 有方款标准的情况 在发票管理上呢 有这个没有按照规定 都领发票 这种情况 比如讲我们国家收入组织规定 一些企业购买发票 一般不能超过两本 那么有的企业呢 一家伙就买到五本六本 认识就七本八本的 那么它就有什么失控的情况 金华县的虚开增入税发票的犯罪活动 已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很多犯罪分子 文峰从外地赶到金华 注册皮包公司 大肆虚开增入税发票 奇怪的是 金华县的税务急查部门 不闻不问 犯罪分子即使被抓到 也仅仅是罚点款就了事 这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那么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们有急查部门来检查 为什么没有查出来 金华县税务部门要急查组策 他恰恰掌握急查大权的 急查大权叫杨兰隆 他跟犯罪分子够得到一起去 甚至他自己都参与许可 那怎么还去打击呢 就是跟毛泽本来抓老鼠的 结果他跟老鼠群为无趣 他根本就提不到急查的作用 他是统留核武的作用 杨上荣原金华县急查大队队长 税务急查大队是非常重要的执法部门 身为执法官员的杨上荣 却致国家法律不顾 贪赃盲网法 利用党和人民富裕的权力 大搞全情交易 极力庇护虚开增诺税发票的犯罪分子 甚至在金华县事案事发后 还指使虚开说最多的胡银峰外逃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 杨上荣竟还以身试法 多次筹划虚开增诺税发票 从中捞去好处费9万元 警察杨上荣还有受贿4.5万元的犯罪事实 他已于1998年7月30日 以虚开增诺税专用发票罪和受贿罪 依审判处死刑 你作为当时的警察大队长 你知道不知道有很多人在虚开增诺税发票 这个事情应该是知道的 你们当初在警察 虚开增诺税发票的事情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争一之言 闭一之言呢 精华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把自己这个工作做好 那么你不认为今天的这个局面 国家关于税务方面的法律法规 你熟悉吗 这个当然熟悉的 不可能不熟悉的 区开增诺发票是重罪 你放心好了 我会是熟悉的 反正就是这么说 我是抚养的 应该是不应该不做自己去 应该是加倍地去 参加国家和能力 对我的这个培养和结果都做报答他们 但是我自己太对不起他了 犯罪分子疯狂虚开增诺税发票的胆子越来越大 正常的医护 戴立民与杨上荣狼狈为奸 因此舞弊 他是监察员派驻在这个社务机关 担任警察副主任的这个政务地 但是他对方政人员 并不是年龄的打击 而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对方政人员